词曲 李宗盛 东道主佛陀教育基金会 在座各位同学 以及献上各位善知师们 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很高兴看到大家一起来学习 这部功德不可思议的大经 佛说无量寿经 今天进度是第58讲 那现在讲到的都是在基督世界 这些大菩萨们的境界 好 那我们来看经文一 请孟神师姐念 经文一 以无碍智 为人眼说 等观三界 空无所有 至求佛法 聚诸便才 除灭众生烦恼之患 好 今天继续上次讲的那一段 求化俱身 所谓求化就是上求佛到下化众生 俱身 身就是 它不但是很广 广就是指量 度众生的量 然后深呢 就是它的智慧很深 然后 它开启 众生的智慧也很高 就是不是浅的 好 这就是说 阿弥陀佛基督世界的大菩萨们 这些菩萨 祂度众生的方式跟十方世界的菩萨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讲义上面有讲 十方世界的菩萨 大菩萨当然是求化俱身 但是小菩萨就没有办法那么深刻 但是在极致世界的所有的菩萨们 不论是大菩萨或小菩萨 上求下化都很深入 那怎么做到的 很明显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力才做到 那这一大段有五小段 上礼拜讲到第一小段五眼六通 那今天开始是第二小段 光空灭惑 好 先看什么叫光空 所以光空就是 光就是用智慧去光 就是去观察 然后了解万法皆空 这叫光空 那根气高的 所以根气高就是他的智慧高 他看任的一法 包含世间法 或是初世间法 当体就空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正到空性的 所以他就可以观所有 金刚经所讲的 他观所有像 就看到他虚妄的那一面 打比方说 我们看电影 电影演的在真实 甚至入戏的 被剧情感动的 或是被 坏人追杀的 我们会感觉到 就是呼吸 就是呼不过气 然后就是入戏深的 会感觉到很逼真 对不对 但是 你还知道他是假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用这种来比喻 那比较 在歧视呢 还有个例子就是 做梦的时候 我们一看做梦 是不是 就没有办法分别 只是在梦中 然后就很逼真嘛 对不对 所以在梦中 不论是好的 或是一样是被 坏人追杀 你感觉到就 就快死了 就还好 就醒过来 你才知道原来那是假的 所以 讲到那个 根气高的 智慧高的 因为他已经震到空性了 所以他看一切法都是虚妄 那其次呢 程度稍微浅一点的 但是他有佛法基础的 他就用什么 用原理 用理论来分析 什么理论 就是因缘所生法 当体极空 就一切法 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因缘合合 所以这边有例子 比如说 日月星辰地球 好我们现在生活中的 山川大地 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因缘合 乃至我们 每个众生的身体 都是这样 所以只要这个因缘一变动 然后 这个果报 就会分离 打比方说 我们这个人体 是靠四大合合 地水口风四大合合 所以当你缘分 就是你在这个朔博世界的缘分 已经不具足了 缘分禁了 就会怎么样 就是四大分离 然后你的神士 就会离开这个躯壳 所以你就会知道 这个我 到那时候你才知道 原来这个我 不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只是一个躯壳 一个工具而已 那么再其次 他没有这个佛法基础 他就会执着 这个一些办法 都是真的 所以今天 这个段 今天讲的是观空 就是要用你的智慧 应用佛法 来观一切法 都是因缘和合 它的体性 都是空性 你要这样子去了解去观察 才能够了解 什么叫真空 你才可能了头生死 要不然的话 那你如果执着这个身体 来讲 会造成什么现象 你到灵命中的时候呢 你还 不愿意 不愿意怎么样 不愿意接受这个死亡的现象 那就会很惨 会怎么惨呢 你就会 遭受这个四大分离的痛苦 所以你如果越早 明白 这个身体是躯壳的 所以在你灵命中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心理准备 什么准备 就是四大分离 所以一般来讲四大分离是 会很痛苦 那人家有说 一个例子就是乌龟脱壳 我们很少看到乌龟脱壳那一位 那乌龟脱壳来讲 就是他至于他保护的时候呢 然后他就是很痛苦 为什么 就是等着被其他的动物吃掉 才会到乌龟脱壳 的那种程度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往生到极乐世界 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是怎么去的呢 就是离命中 你念佛 念到阿弥陀佛来 带着莲花来接你 所以你的神是先上到那朵莲花 上去喔 因为那动作很快的 上去之后 你已经到极乐世界了 然后呢 你这边的身体 才断气 因为那时间很快的 可能就是这些发生都还不到一秒钟 所以 为什么照说到四大分离的 是因为神是还在躯壳里面 然后有些人就是 那过程比较慢 有些过程比较快 快的就是 他控除的时间段 慢的话就是 就是像医院那种 久病的那种折磨 那就是慢慢分离 那个就会痛 那或者是升天 你有大福报的话 也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 你看到 天人 抬着轿子来接你 也是一样 你的神是先上去 那个轿子 就只有你看到 其他人看不到 然后你的床上的身体才断气 这样也不会遭受到分离之苦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这个现象 就是如果说你要了脱生死 凭什么了脱生死 那要靠智慧 所以当你智慧正到空性 你看到三界六道轮回都虚妄的 你生死就解脱了 但是你那时还没成佛 可能就跟阿罗汉一样 那至少你已经了脱生死 那至少你已经了脱生死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小圣到阿罗汉就到顶了 菩萨还有到成佛 所以刚讲到 宇宙的实相 就是不生不灭 诸法实相就不生不灭 既然不生不灭 就没有这个生死的假象 所以生死怎么来了 就是因缘合合 就是说 它有三个 一个是 父亲母血 再加上自己的第八一世 就是阿雷世 就是我们的神世 或是讲灵魂 是靠三者因缘合合 才有这个生命 然后每一期的生命 有人短有人长 有人短命 那但是到你的寿命 结束 快死亡的时候 就刚讲 就是你身体功能都退化了 就是医生讲的 器官退化老化 不起作用 然后就是表示你的寿命道 寿命道呢 然后就会死亡 所以这边讲 一般人就是死亡之后呢 你的第八世 就是一般讲灵魂 他 就會离开这个身体 然后去去哪里呢 另外去找一个缘 稍微又是一个轮回的开始 但是 那就是所谓中阴生 那就很比较麻烦了 所以你看到的景象 所以你看到的景象 你一喜欢 跑进去了 你看也是很美丽的景象 结果你跑进去了 跑进去之后呢 一投胎 可能就披毛带脚 但是你当下你不会知道 当下你被 你的智慧被遮障被迷掉了 那完全是靠什么在作用的 就是业力 你生前造什么业 造善业 你就去山道 天道或人道 你到二业就去山的道 所以 匹毛带脚就是到出生道 那是山道里面还最浅的 有可能会到鬼道或是到地狱道 所以这个就是 生死轮回 就靠是什么 就是这边讲的 因缘 那但是这都是假象 所以当你 能够正到空性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这些虚妄 那这样是虚妄 就会跳出这个生死轮回 这个以禅宗来讲 就是民心尽心 民心尽心就把这个祸 就把它灭掉了 那么祸是什么呢? 祸就是烦恼 以佛法来讲就是有四种 见祸、失祸、成杀祸、跟无名祸 只要有见祸、失祸 就离不了六道轮回 离不了生死 所以什么叫见祸呢? 见祸就是 顾名思义就是见解上面的疑惑 就是说 因为你的智慧不够 所以你对很多事情都是迷惑颠倒 没有正知正见 都是邪之邪见 什么叫邪之邪见? 把假当真 所以看大家是不是都是把 把假当真 见祸里面有一个 一般来讲有五个 有一个就是生见 生见就是 你把这个身体当成是我 这个就是生见 所以你看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生见 又把 你们一百个 一百个都会把这个身体当成是我 这个就叫什么? 邪之邪见 所以你把假当真的 你就会被这个假 然后 祸害千年 不止千年 祸害千秋万世 还不止 就是 祸害多久呢?千万几 所以每个人轮回 已经不知道多少 五十以来的 都不断的在轮回 你看 它影响大不大 那这边有讲到做梦 显来才知道的梦中 做梦是假的 但在做梦当中 没有人知道 在梦里面是不是有各种烦恼 有啊 也是有贪生自慢疑啊 也是有你真我多啊 结果呢 也是看到财富也 也会起贪心会抢啊 然后也会被人家罪啊 杀啊 所以你醒来之后呢 你会觉得 好无聊喔 做那么无聊的梦 对不对 何苦 就是冤枉 然后睡又睡觉又睡不好 睡明品质不好 你醒了之后就知道 刚做那个梦很冤枉 但是你还没醒在梦中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再真实不过 所以以佛法来看 我们现在在人间 就是一个什么 生死大梦一场 但是现在不知道 醒了才会知道 所以金刚宁讲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是指醒来之后的事情 你还没醒来 你会觉得再真实也不过 那怎么办呢 就是要靠智慧 要去觉悟 觉悟就是开悟 没有开悟之前 你所看到的想 见到的听到的 然后你所想的都是迷惑天后 这个就是见惑 好 所以当我们修行很久之后呢 把支箭上的见惑破除了 扭直正见 就要怎么样 就要继续修行 那时候才是修行的起点 以前都是盲修夏恋 然后要修什么呢 就是要修失货 失货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讲的贪嗔痴 慢疑 贪就是贪心 看到好的就想要贪 看到不好的逆进来就起称心 那种执着这个就是吃执着 所以你要把这个贪嗔痴要破掉 这个就叫失货 失货更难破 失货是什么呢 就是 行为上的 还有你的思想上 一般来讲就是你的习气 那个更难破 所以我们的贪嗔痴啊 是多生多结 染来的 所以你要破除它很不容易 以佛法来讲 小圣的出果 他就是把贱货破了 他就是正的出果虚托还 他就已经圣人了 就不再反复 他最多七次 人天 这样七次 就 最多七次 他就会证阿鲁汉 也有可能地狱七次 就证阿鲁汉 不会到第八次 然后这是 小圣 他已经把这个 出果把贱货破了 那为什么他要七次 七次人天呢 他就是要去破这个失货 失货很难破 所以要靠七次的时间 来慢慢破 所以 当你在破失货过程中 你有进步就证二果 再进步就证三果 当你把最后一品的失货都破了 恭喜你就证阿鲁汉了 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解脱生死轮回了 所以就可以知道 解脱生死很不容易 对不对 就是因为不容易 才很多众生不断的生死轮回 那为什么不容易呢 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力 自解力量 所以佛 佛门有八大宗 有禅宗的 有教下的 教下的就是念经 还有持座的 比如说密宗 有天台的子官 那不论哪一宗 你都要破这个见或失货 你才能够处理六道 就是因为太难修的 所以呢佛陀慈悲 才开一眼进途法门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见或失货断 只要怎么样 扶住 扶住烦恼 所以扶住就是 你不能够怎么样 发脾气 所以每次你发脾气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对你的 往生 有很大的障碍 有人发脾气会发习惯 就是说 只要一不如意 一碰到逆境 就发脾气 那发脾气小的 就是碎碎念 中的就是开口骂人 中的什么摔东西 摔碗盘啊 能摔的都摔 那就很惨 为什么 因为 你如果不自知 不节制 甚至于不辅助 没有练习辅助这些的 称心的种子的话 你灵命中 境界限前 因为那时你的定功 更差了 没什么体力了 但是 你的习惯性 身心起来 光是念头 不得了 因为那时你也没办法开口骂人了 但是只要你的念头起来 那就不得了 那就是 一般就会去到不好的境界 就会去到三个道 也就是说 明明你可以去来世当人 或升天的 但是那时候说感应到就要 感应到的是不好的 所以变成你就是会先去那一道 就是很冤啊 那真的很冤 所以经过法师才我们的话 就是平常的话 再怎么样都要练习 要辅助这个 烦恼 辅助 辅助的标准是什么 不发脾气 所以标准很明白对吧 不发脾气 再怎么样都不能发脾气 因为这是一个自我的练习 所以大家 上了课 就要自己要练习 在哪里练习 日常生活中 尤其在逆境中 所以 今天下课之后呢 如果真的有碰到不如意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天气热对不对 天气热 像我要出门的时候 我们社区就有广播 今天中午 12点40到1点 会停电20分钟 拜托这种天气 停电不是要密 吹冷气吹习惯的 一停电那怎么办 你说平常不吹冷气 我开电风扇 那没电的 连电风扇的电都没 又怎么样 是不是要回到 古早的扇子 相信现在很多人家里扇子都没了 都靠冷气 好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称心就起来 就开始开骂了 对不对 骂水骂政府嘛 对啊 那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逆境嘛 逆境的情况很多 有环境的 比如天气热 或者说 台风来 下大雨很不方便 那或是冬天 寒流来 这是环境的 那还有一种是 人 人 人际之间的 比如人们相处 比如沟通不容易 然后就起誤會 或是你讲了一句 惹到我 或是什么 踩到红线 不高兴就怎么样 起口角 这也是 真心 所以有学佛跟没学佛的差别就在哪里 就是你知道了 这个厉害 你就会练习 我就忍住 不发作 不发脾气 这个要练习喔 这个 你要 练成不发脾气的 习惯 而不是发脾气的习惯 因为当你 灵命中的时候 那个境界限前 你就知道了 大约往生 他有个前提 就是 你要辅助 烦恼 阿弥陀佛才会来 很重要喔 这个境界限前 就是 每一次他就交代了 所以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 因为灵命中的时候呢 天心正主来的 或是家人来的 或是家人来的 家人来可能就是 有什么讲你不中意听的话 你心里就不高兴 成心起来 成心起来 然后就去其他道 然后就是 阿弥陀佛还没去你之前就 就走了 所以是不是很恐怖 好 所以这边讲就是待遇往生的重要性 所以这边讲 淨土宗 福祸就能够待往生 就出六道 其他各宗 福祸没有断祸 然后处理不了 所以你就知道 禁入法门是不是非常殊胜 你明白这个 你才可能死心踏地的念佛 再讲观空灭祸 祸 刚刚讲到 有见祸施祸要呈杀祸 还有无谜祸 好 所以在娑婆世界修行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是怎么做 就求辅助烦恼 待往生 到极乐世界修行就容易多了 因为那边有阿弥陀佛的家世 好 所以观光灭祸止的 也是到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们 有阿弥陀佛的家世 你自卑开的 可以容易关到空 然后灭祸是灭谁祸呢 灭自己祸 然后也灭众生的祸 那么他怎么样去灭众的祸 以无外智为人演说 以无外智就是极乐世界菩萨 无外智是什么呢 有四种无外 等一下后面会讲到 就是他的智慧没有障碍 然后为众生来说法 所以这边有讲就是 一般说过菩萨皆菩萨 或是他愿意讲解佛法 为团体为根讲解佛法 那还不是真正的智慧 有自己的情势在 所以 这个雪公就是灭瓏老居士在此所讲 千万不能以自己见解来解释佛经 一定要怎么样 根据祖师大德注解 所以经文法师他有一直强调 他讲经一定会依据祖师大德的注解讲经 他说如果他讲错就是祖师大德的注解错 不是他特地讲错 过错还比较不严重 但是今天如果你不用任何一位祖师大德 这个福星拿来 你就是依文解义 那很惨 那解的是谁的义 你自己头脑的意思 你今天自己看也罢了 因为你还不会害到其他人 但是你今天如果登台演说 你是不是影响到其他人 这个过错就大很严重 然后还一种 如果他还不过瘾 还去出版 他的注解那是不是更惨 更惨 所以这经文法师在上交代的 就在讲 你自己反复之见 那不叫智慧 所以不开智慧是不行的 那现在来讲什么是无碍智有四种 第一种法无碍 法无碍是什么呢 法一般来讲就是佛经的文字 文字 就是不认识哪一部经 那部佛经的文字 比如说华言经 或是法华经 或是为世的 或是净土的三经五经 那这些经文 都叫法 法外是什么呢 佛经上面的文字 你都看得懂 好 这是法外 再是意外 意外 意外是什么呢 意外就是意理 佛经这个文字 它代表的意理 都懂 不外就是懂 那这更难 因为意理很不容易懂 那这个懂 不是说 你 你看得懂 因为你看得懂 它是你的知见 那怎么样这样看懂呢 就是说 你所懂的 还有再怎么样 想拿 主持大则注解 来去印证 原来我的意思是错了 所以我不是正懂 我错解的佛经 那你还有究 你还懂得用 主持大则注解 来去做对照 明白吗 所以意外的话就是 这个 那怎样叫做无外呢 就是一经通全经通 也就是说 当你 假设说你经安经 真正通了 懂了 你去看六祖坛经 你去看其他经典 或是看波罗经 你也会懂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叫真正通达 那如果说 你今天看六祖坛经 看懂了 因为六祖坛经 是中国人很喜欢的一部经 然后 有一些是看六祖坛经 进来的 然后听说六祖 会人是因为金刚经开悟者 所以他去看金刚经 就一看 就批评金刚经 怎么样 经文前后颠倒 前面讲世 后面讲佛 又讲吉非 又教世民 这根本就是自我矛盾 对吧 有这种人喔 而且还是大学教授 你看 是不是错觉的很离谱 表示什么 是不是用他自己的知见 来去理解佛经 很惨喔 如果说因为他的身份 他去为人家去 讲解这个佛经 然后他还公开 跟大家宣称 金刚经这个前后颠倒 这种观念 那是不是害到很多人 所以你看 亦无碍 很不容易懂 而且 有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佛经讲空 讲有 这个金刚经上面也有 有的说空 有的说有 一般说有 会妨碍空 说空会妨碍有 这都是有碍 但是你有的无碍字 你有这个义无碍 你说空说有 说什么都不妨碍 一个义 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义 这是经文法律常讲喔 佛经上面每个字 都无量义 所以为什么你今天看一部佛经 或是听经文法 打比方说今天听了 蔡老师讲的这部经 然后下次呢 隔几年之后呢 再来听一次这个经 或是自己再看这部经 你会看出 你第一次没看出来的意思 为什么 表示你的 第一个你的智慧提升了 才能够看出佛经的无量义 经文法师常讲 所以经文法师他说 比如说无量塑经 他就开讲的好像是第五遍 还是第六遍吧 他说每一次讲 他都会体会到不同的生意 这个就是讲这个无量义 第三个 词无碍 词是什么 言词 言词无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在 给人演讲佛经的时候呢 他会用当地的语言 方言 来讲给当地人听 这厉害吧 你看喔 光是台湾有多少种 语言 应该有三百 应该也有 一百以上 一百种以上 各地都有各地的语言 还包括 三地话 包括 比如说 客家话就有几种嘛 米拉里也有几种 然后还有是不是包含这个 外事人的语言 好 那你今天说 如果你去大陆讲的时候 那已经不是 几百种 语言了 几 应该是至少一千多种的方言 因为一个省就 几十种方言嘛 好 那如果说 以整个地球来讲 哇 那不得了 几万种 对不对 世界各国的语言都很多 你看要做到十五爱 多难 是不是只有大菩萨才做到 所以这个十五爱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第四种 乐十五爱 乐十五爱是什么呢 众生喜欢什么法 大菩萨就会 应他们要求 来 讲这个法给他们听 打比方说 有 大部分人他喜欢什么法 就是三有三报 二有恶报 就人性会喜欢这个 就是能够扬上乘恶 做错事就应该给他处罚 然后做错事 做错事有做错事的惩罚 所以才会有那个地狱 地狱象 然后做好事就应该受到表扬 然后就能够升天 大部分会喜欢听这个 好 大菩萨 就知道这一类的众生 他们跟去这样 就讲这个 他们就听很高兴 然后就会很高兴是怎么样 就是去断恶修善 他们就去做善事 就不做坏事 那么还有一类众生 他们智慧比较高 他觉得这样不够 因为 就算 当人升天 以后还是在轮回里面 所以他讲 我想要不再 他觉得他受够了 不想要再继续生死轮回 有没有这个法 有 就给他们讲 世圣地或世阿姻缘 或者是 菩萨的法 就是六度不够密 或是明星见性的法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听 也去修行 那还有一类的众生 就是他们去解除生死之后 他们就得到他们成就 他有一类的 根系最高的是什么 想要成佛 跟相摩尼佛一样 因为为什么 就是他们可以度更多众生 这些大菩萨 为什么能够知道 这些众生的根性呢 那就是因为 他能够用智慧去观 他在度众生之前 会先用智慧去观 对方是什么样的根性 菩萨都有这种神通 这神通是来自什么 他们的智慧 所以一听 众生一听 这个法就能接受 而且是欢喜接受 接受之后呢 然后 就能够得到成就 那这个就叫勒说无碍 所以这种四种 就是法无碍 亦无碍 此无碍 勒说无碍 大菩萨有这四种无碍字 那最高就是佛 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成一个无碍字 好 那么这四种无碍 是几地菩萨能够达到境界呢 一般来讲是九地菩萨 九地菩萨 刚讲到 法外 认得佛经一来你就认得这个经文 意外 这个佛经里面 不管哪一部佛经 一理你都通 此无碍 不论你到哪个地方 都能够用当地的语言 跟那边的众生讲 不只是对人 所有众生 所以你对畜生道 也是这样说 比如说对狗 牛啊 猫啊 鸟啊 水中游的鱼啊 都可以用他们的语言来说 再一个是勒说无碍 九地菩萨 一般是这样 那么 佛当然是最高的 归到一个无碍字 所以佛的无碍字 是最圆满的 刚讲到的九地有 但还没有圆满 到佛一切圆满 就叫无碍字 好 所以吉日世界那些大菩萨们 都向佛求无碍字 然后又可以用佛的无碍字 为人演说 所以那些大菩萨用佛的无碍字 不论是 义理 言词 讲的法跟听人心理 通通通没有障碍 所以听法的人 一听就能够完全接受 完全听进去 就能够开悟 所以这个经文 以无碍字为人演说 很不容易 金刚经 最后 也有为人演说 这四个字 但它不是以无碍字为人演说 它是经文是怎么样 原和为人演说 意思就是要如何为人演说 这部金刚经 后面就接着八个字 不取余相,如如不动 所以今天讲的是 不取余相,如如不动 那个经纪很高 就是没有我相,人相,宗相,所有相 没有法相,非法相 一切相都没有 就是无我所法 但是在无恙说经里面 它讲就是以无碍字为人演说 所以不同的佛经 它的经文不同 因为它的功用不同 那谁才能做到 以无碍字为人演说 一个是佛 第二个 极日世界的菩萨们 都办得到 好 然后再来呢 等观三界空无所有 等观就是平等的这样观 观就是观想 用什么方法 止观的方法 三界就是一般讲的欲界 色界无色界 欲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所以合起来三界的天总共有二十八天 那在欲界里面有六道 我刚刚讲三的道 那这三界六道都是因缘所生法 所以因缘所生法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 后面这四个是讲的 空无所有 空无所有意思就是说 他后面的话都是代表就是 凡所向皆知虚妄 然后也就是 缘起星空的概念 所以你能够等观三界空无所有的话 表示说你已经跳脱三界 你已经不再受三界的束缚 就有点说你在三界之外来观这个三界 你就知道它都是空的 但是你在三界里面 就有点像你在梦中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分别 这是虚妄的 就有点像什么呢 你在这个河水里面 你不知道这个河水有多宽多长 怎么办 你上到岸上 岸上一看就知道 原来这个河是多宽多长 小河大河你就知道 所以这个等观三界空无所有 就是要靠这个智慧 那前面讲无碍智 义无碍等观就是义无碍 这个义就是义理 所以如果说你不懂佛心的义理 你就没办法做到等观三界空无所有 因为比如说靖安心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对不对 你如果有义无碍 就是四五碍智的义无碍 你看这八个字 你就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它已经争到空性了 它就知道靖安心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它就明白 因为它后面代表意思就是空性 它懂了 那为什么它懂 因为它有开悟 所以 隐形进行讲的就是 把假象都破除掉 破忘显真 最后 忘尽晴空 你忘破了 最后就是 剩下是空 空到什么 一丝不挂 就一丝 一丝一毫都没有 这就是彻底空 才能够见到真空的 那个本性 好 那接下来就有人问 那请问 净土中 念佛 空还是不空 那么西方集成世界的 一报庄严 空还不空 精工法师回答 看你佛经的义理懂还不懂 你懂了 就知道空跟有 都通 但原则是空的 因为凡夫都有我执法执 执着太厉害 空不了 其他各种讲空 也不容易 那 净土中 一下子就讲最高境界 空 会做不到 所以既然空不了 那就 怎么办 就讲有 所以净土中是讲有 他不跟你讲空 禅宗是讲空 天台中也讲空 那为什么净土讲有 所以你看 阿弥陀经上面是不是讲 从此西方过 十万亿佛土 有 其日世界 有没有 是不是就有个有 其日世界 第一个有就出现了 再来 彼土有佛 是不是看到第二个有 那边有一个佛 好阿弥陀 所以 就表示净土中是讲有 有阿弥陀佛 有其日世界 但是这个有 包括这个佛号 是 妙有 什么叫妙有呢 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就是展现出来的 通过这个妙有 通过这个妙有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修行 所以那边的七八十八公子水 种种奇妙庄严 那边都是妙有 就是给我们一个修行环境 因为凡夫 你还没成佛之险 甚至你还没成大葡萄之险 都还是会执着这个有 等到你在那边 大侧大物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原来 其实世界的这些妙有 都还是怎么 它的背后都还是一个空 那时候你才会知道 但 你如果没有透过这个方便 直接跟你讲 空 你是不是 你虽然说嘴巴说理解 但 你没有看到那境界 所以你还是 不懂 举例 刚刚金刚金讲那句话 凡所有相皆是虚望 好 请问 对我们这些还没开悟的人 你这句话是 几分懂 对不对 你真的 你真的 真的对你来讲是虚望的吗 你打牆壁看看 看会不会痛 会痛 你说不痛你 你打一拳看看 如果会痛 请问还虚望吗 诶 通常就打结了 是啊 明明 明明我打牆壁会痛 为什么 佛经又说是虚望 对 是不是就打结了 所以要怎么办 所以就要到极日世界 到极日世界 成为大菩萨很快 到那边你开悟了 然后你就会懂 这个意外你马上就有了 因为当你看到 一切法后面的空性 你就会懂 原来今晚你讲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所以那时跟你讲空 马上就能够领悟 所以十方世界都是马上关空 等关三界空无所有 等关三界不但其他各种是这样 靖鲁宗最后也是这样 但靖鲁宗他不是从空入门 他是从有 从有下手 他是一个方便 到最后还是空无所有 在所有世界对因缘法 要懂一些 让我们不要执着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的话就是 心放在极的世界 还是在有上面去修 到那边之后你自卫开的 就可以等关三界空无所有了 再来自求佛法聚诸便才 因为你能够等关三界空无所有 能够见到空性真空本体 见到真空本体的时候 就怎么样 自求佛法 自是什么 立下自愿 心心念念都放在你的目标上 什么目标 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所以上求佛道就是我要成佛 所以我要求佛法 怎么求佛法 偶尼大师注解的阿弥陀经 就讲吉日世纪有四种净土 最浅的凡圣同居土 就是凡夫 他这边的圣 就是指还没成为阿罗汉的出果到三果 然后第二层土是方便友谊土 就是指谁住的呢 阿罗汉 再来是十报庄云土 就是谁住的 就是菩萨门 菩萨门就是明音进行的菩萨门 然后上面有说 前面三中土 凡圣同居土 方便友谊土 十报专一土 都是怎么样 有相喔 就凡夫见到相 跟阿罗汉见到的相 跟菩萨见到的相 一样在吉日世界 但是你见到相就是会不同 到最高 常吉官净土 常是永恒 吉是安安静静 光就是光明 有光照重 就是吉而常造 造而常吉 所以常吉官净土是什么境界 佛的法身佛的境界 什么叫法身佛 无形无相 那什么是常吉官净土 也是无形无相 所谓的常吉官净土 是一个名称而已 基本上 他没有 不是一个地方 因为他 无形无相 所以无所不在 好 那么 法身佛呢 也是无形无相 这样无形无相的话 也是无所不在 所以一般讲 法身佛住在哪里 其实他不用住 因为他无所不在 但是我们一般会说 他就住在常吉官净土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以后当你成佛了之后呢 你有没有身体 没有 无形无相 好 但是我们也说 那不是看到西方三圣吗 那是非度众生 他在十报庄引土 他会陷入这个佛像 去度菩萨们 然后陷入这个佛像 去度阿尔汉去度反复 是这样子的 是度众生才需要这个 陷出这个身体出来 但是真正的佛 就无形无相 就是在常吉官净土 那净土也等于是什么净土呢 就是涅槃的境界 常乐我净 那个境界 好 那如果说一个佛 所以我们一般讲佛涅槃之后 就是回到哪里 常吉官净土 就是佛的故乡就在那边 无形无相 那他什么时候会再出世度众生打 比方说像释迦摩尼佛 2500年前出生 短短79年 是不是就涅槃的 回到哪里 常吉官净土 但释迦摩尼佛会不会再 再下度众生呢 会 他是靠什么下呢 他以前发的怨 怨 所以佛因为这个怨下来度众生 然后任务结束他再回去 等到这个娑婆世界 因为下一次是弥勒菩萨嘛 所以释迦摩尼佛再回到常吉官净土 或者是他方世界 那边的众生的因缘成熟 他就会去那个他方世界 也是一样 视线出一个身体来度那边的众生 然后再回去 回去 佛经上面有讲 整个十方三千大人世界 释迦摩尼佛不是只有一尊 很多很多释迦摩尼佛 所以今天是娑婆世界的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回到常吉尼佛 但是很多世界的释迦摩尼佛是还在 是这样子 好 自求佛法 所以吉尼佛世界 大菩萨都要求常吉官 求到佛境界 到佛境界说法 能够聚诸辩才 聚诸辩才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是 五爱辩 聚诸就具备各种的辩才 然后呢 就可以为众生来讲佛法 讲佛法就可以怎么样 除灭众生烦恼之患 一切众生都有烦恼 众生因为有八万四千烦恼 所以释迦摩尼佛才开眼八万四千法门 来灭除我们的八万四千种烦恼 患是什么呢 过患 就像我们生病一样 患病 所以这个患是不好的 所以有烦恼 就有这个患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祸患 祸患无穷的患 就是这个字 我们就不得自在 不得什么自在呢 生死自在 所以 要怎么办 就要靠佛跟菩萨 来为我们说法 因为极实心那些菩萨有这种变才 一说法之后呢 就能够把众生这些烦恼的过患 洗灭掉 所以就是金文一 光空灭后这一段 就讲到这里 所谓以外字 就是以得理无碍 是无碍的智慧 了知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名 这个就是理是无碍 是明中道义 故得事事无碍 具有根本自于 厚得的方便智 因此凡所说法 都能顺于俗地 跟真地 为人契礼契机言说 等贯于三界上下一些法 唯是一心做 你心无有法 故曰空无所有 所以彼国菩萨就是 这即是现在的大菩萨 虽知诸国土 给予众生都空的 而常修净土 利益诸全身 故曰自求佛法 具诸辩才上求下化 时空无尽 彼国菩萨前五世 已经转成成所作至 有大悲愿力 有体启用 一心万行 谁为登替菩萨 还有有行众生所依 化为佛土 或净土或慧土 或小或大 或变化身 依之而助 所以即是世界大菩萨门 他度众生就是 用种种方便 以世无爱的辩才 就刚刚前面讲的 法外义无爱 此无爱 跟乐此无爱 来教化众生 除灭众生的烦恼 以及生死苦暴之后患 这都是什么 成所作至的功用 好 接下来基本二 好 请修师解念 二 从如来生 解法如如 即知即灭 因生方便 不心事欲 乐在正论 修诸善本 至从佛道 好 这第三小段是超视菩提 超视就是超出世间 菩提就是觉悟 大觉就是成佛 从如来生 菩萨讲法 刚刚讲到的 那种世外变从来来 就是从佛那边求来的 那讲如来就是我们讲法身佛 做自信佛 就是长期间的最高境界 就是指我们的本性 从本性出来的 所以佛说法 从来来 从佛的 我们一般说 从佛的本性 或从佛的自信里面 自然流露出来的 就是不用打草稿 佛讲出来的 每一字一句都是真理 所以刚刚前面讲的自求佛法 所以这个世外变就是从佛里面生出来的 那么从如来生 所以这个法是从如来生出来的 解法如如 解法就是 你要讲进去说法 你自己当然就要先了解 自己了解之后呢 再讲给别人听 那你佛法你都懂 古时候就叫你是山藏法师 山藏就是经 律 论 经就是佛经 佛经 佛经他都懂 律就是跟戒律有关的 论就是菩萨们注解佛经的 比如说大制度论 就是荣述菩萨来解释大般的经 这个叫做论 所以经律论你都懂了 就叫 古时候就叫山藏法师 那山藏法师 对经 藏 律藏 论藏 都通达 那么这样他翻译出经典就不会错 就是这部经跟那部经都通 不会互相障碍 没有矛盾 这个就是指真理 所以菩萨的无外辩才 这种智慧就是从哪里出来的 如来 就是佛的长期观本性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讲出来的法也都是如如 但比如说 今天金安心讲的法是这样 那么在比如说在法华心讲的也是这样 在华言心讲的也是这样 清清万论讲的道理都相同 只是文字不同 那么这个同一个道理 这个就叫如如 所以佛又叫做如意者 讲出来的都如 没有不如 这个就是无碍 所以经文法师呼吁就是学佛的人 对外面你要讲这些说法 要特别小心 如果说空 假设你学空的 你就讲别人的有是不对 假设你讲有 就讲别人的空不对 经文法师说小心 你这样叫什么 办法 办法是什么呢 就毁谤佛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不认空跟有 都是要摩尼佛讲出来的 所以当你讲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就毁谤那部分 就变成是办法 打比方说 很容易犯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学是大圣的佛法 对不对 所以学大圣佛法 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去批评 小圣的法 对不对 我讲他们不上进啊 他们的 教法不圆容啊 这样有没有办法 有 因为小圣今年是不是也是佛说的 是哦 然后呢 反过来 小圣的也是当批评大圣的 说大圣非佛说 所以是不是也是办法 是哦 所以你只要去批评 攻击人家的法门 都是在批评到 塞亚摩尼佛说的 这样明白吗 所以 毁谤佛法 严重的 会下地狱哦 即使你是无心之过 你不是你的本意 但是 你还是照着口业 所以还是对你自己不好 所以这边讲 你如果还没到那程度 要特别虚心 千万不能妄闻生意 一定要根据祖师的话 就是祖师读解来讲 才不会错误 才能避免那些故事 所以我讲经说法十几年来 也是遵从金刚法师的读解 我一开始讲的就是金刚经 那金刚经引用的读解多了 因为金刚经 自古以来读解有五百多家 这个楼上图书馆也有缩藏的很多读解 你当然不可能把全部读解拿来看嘛 就会找几个代表性的 我那时也有引用金刚法师讲 金刚经的读解来看 所以你一定要多参考祖师大德士 怎么来解这句经文 才不会讲错 讲错就有故事 所以吉日世界那些大菩萨他智慧病态 都是从本性里面生出来 所以讲证的一法 不会互相抵触 都是如如 都通达 善之极灭因生方便 善之是什么呢 善就是完善 善就是他都懂 知道的很圆满 善之什么 极灭 极灭是什么呢 就是世间法苦极灭到 世间都苦 苦怎么来的 极 极是什么 烦恼的原因 也就是你造的什么业 然后你就会受什么苦 极就是因 所以你学佛要了解这个极 反复不知道因 只看见果 所以受到苦果就受不了 然后就愤愤不平 然后就开始造业 最容易造什么业呢 口业 就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就是造口业 或是骂这个骂那个 就是造口业 你造这个业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在产生这个极 烦恼的原因 然后你就会因此受了什么果报 所以是不是就不断的恶性融会 因此修菩萨道要了解这个极 苦是果报 极是原因 所以遇见任何问题 尤其是逆境 任何不好的苦报 当下就怎么 自己先反省 要明白这个极 一定是怎么样 你自己造出来的嘛 对不对 会不会是别人 帮你造的一个因 然后让你去受这个果 不会嘛 别人的 你看到那个别人害你 什么什么什么 那只是什么 语言 那是语言 那叫什么 恶缘或叫逆缘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碰到那个人 可能不会有这个果 是没错 但是这个因 一定是你过去造的因 所以今天 你没有碰到那个人 但是可能在不同时间 碰到别的人 是不是有可能发生 会 明白吗 就像意外一样 车祸 你今天 在这个路段 没有发生意外 但是车子出现异常的 好 你避开了 所以你侥幸了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子没有去检查 或者说你今天这个车子 你开始习惯没有改正 是不是有可能 在其他时间地点 有可能会再发生 很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因 一定就是说 要自己要先去 讲的就是自己要先反省 自己先检查 即是世间有为法 世间不懂 但是学佛的人 一定要去 了解 你了解这个因 你才能够避开 针对这个因 去解决掉 你才能够去避免掉 未来可能的一个果 灭呢 古籍灭到灭 就是灭除世间一切假象 就是 把你的贪汁脉移都灭除掉 就见到自己的本性 那你就成就了 保持一个清淨法 灭就是指什么 初世间法 初世间的清淨法 世间法或初世间法 他都善知 这菩萨都善知 都清楚明白 明白之后呢 他自己明白 就是去给人家讲这个方法 那不认讲世间的因果 因果就是 最简单就是因缘果报 就是善有三报 二有二报 是最浅的 那苏世间的因果 就是说 比如说 你是 修四圣地的因 你就能够得阿罗汉的果 你修十二因缘的因 就能够得 匹治佛果 你修六度 波尔密的因 就能够成为大菩萨 所以讲句说法都是用什么 音声 都用声音在说法 所以大菩萨说出吉 说出灭 都用音声说出来 这个音声说出来 不是普通的音声 是方便 所以这个音声是包含什么呢 就是前面讲的 此外 能够用各种众生听得懂的语言 讲给他们听 九地菩萨的神通有多厉害 他不是说假设 他在这个场合 假设有十万 十万个众生在这边听 十万众生 包含什么 有人 有天 人就不同语言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畜生道 都在听 还有无形众生也在听 他不是讲出十万种的声音出去 他只讲几种 一种 一音说法 众生 水泪各得其体 打比方说 假设 他就 他就这样讲 打比方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他解释这八个字 他用英云所生法来解释 十万众生 他听到的就是这个九地菩萨自动翻译成他们听得懂的国语、英语、客语、闽南语或是鸟语或是动物的语言自动翻译 这个就是什么 音声方便 自动翻译的喔 所以你看这个九地菩萨多厉害 这是在解释音声方便 智慧有实质有全质 这个法学经 方便品就在讨论这个 实质跟全质 实质是什么 就是你懂得一切诸法的诸法实相 也就是所谓空性的智慧 这是质地的部分 那地他就要靠全字 全字是什么呢 善巧方便 就是你能够 全就是全巧 就是一般讲的善巧方便 你该怎么样 说这个法 打给那个众生听 他就会去全恒轻重 就拿捏的恰到好处 说出来的 他就会很欢喜 欣然的接受 皆大欢喜 就与黑大众皆大欢喜 然后就怎么样 就能够依教奉行 这个就叫全字 所以大菩萨都是善知因生方便 知道这个方便 不心事语 乐在事正论 事语是什么呢 就世间的种种 种种的话 世间的语言 包含世间的学问 世间的语言是包含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九地菩萨说法 一一眼说 然后自动转变成 世间各种语言 那个就是事语 那么为什么不心事语呢 就凡夫的话 一般都是什么话呢 细论 没有营养的话 多 对不对 那个比方说 网路上 是不是就是很多的八卦 然后在 不是讨论政治 就是讨论 综艺的 演艺人员的 真正有营养的多不多 好像不多 但是很奇怪 大家都喜欢看 就是因为大家喜欢看 所以这个媒体 这个版面 才会去拼命去 去放这些的材料 给大家看嘛 对不对 所以不心事语是什么 就学佛人 就是远离电视 远离这个媒体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 做学问的时候 这个网路是很有用处的 可以帮你 可以找到很多 有用的资料 那现在很多佛经 也电子化的 所以 你家有电脑 其实你不需要有实体的经书 就做到五子化 你也可以来做 做佛学的学问 那乐在政论 政论对照的就是世间的 叫做戏论 那什么叫政论呢 政论就是政法 就是佛法 所以 佛有一个特质 佛不戏论 所以塞摩尼佛说 他很少开口说话 因为他一开口说话 一定是什么 政论 一定是 开示 佛 不会像凡夫这样 开玩笑 为什么呢 如果佛开玩笑 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了 因为佛 佛是怎么样 今天你有讲喔 真于者 施于者 如意者 不狂于者 意思就是什么 佛说出来的话 都会成真 典师可以澄清 所以如果说 有这种能力的 说出来都会成真 你说他说话 会不会很谨慎 他说的话都会成真 那完蛋了 对啊 他只要讲你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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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变成怎么怎么怎么 那件事情就是很大条了 因此你的能力越强 你越要谨慎 因为你会造成 一个 副作用或后作力 因此 佛就告诫弟子们 不能够显露神通 是这样子 你真的有神通 就像那些高僧 人家问他有没有神通 他一定说没有 不能够说有 也不能显露出来 要不然大家都会为了神通 而来找他 为神通而来学佛法 那就不是学佛的本意 所以在这个世界 你一开始讲争论 人家会不喜欢听 所以要怎么样 要引导他 要引导他 才会发欢喜心 所以 西亚摩尼佛五圣说法 是怎么样 先讲人道的法 善法 天法 再讲小圣 再讲大圣 娑婆世界 众生根气 比较低 才这样 但即日世界呢 都是正认 都是正法 怎么知道呢 你看阿弥陀心上面有讲 阿弥陀心上面讲 那些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各种鸟 说出来的法 鸟叫的声音 但是你听到是说法声音 所以你会听到鸟叫说法声音 讲什么呢 五根五立七菩提分八正道分 三十七道笔里面的法 都是正论 风吹过树木 叶子震动声音 也在说法 七八十八公尺水流动声音 也在说法 所以即日世界都是正论 都是正法 然后就有人就说 哇 那到即日世界 都在说法声音 那会不会很单调很枯燥 就有点像在洗脑 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 因为 我们现在是在红尘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一天 能够接受佛法 一天喔 你有多长时间 很短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你有做早课晚课习惯 早课三十分钟 晚课三十分钟 你一天接受佛法一小时 其他二三小时都怎样 都是红尘 好 你如果不要精进 可能一天两小时或三小时 如果说你周末 比如说有来佛陀 教育基因会来 来听个某个法师说法 讲经说法 那你 你这个周末 你还有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接触佛法 你其他时间 你都是在红尘 拥抱红尘的 因为你拥抱红尘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在拥抱红尘 就是在拥抱 轮回 对不对 没错吧 所以为什么要发出离心 我就是要离开说佛 因为说佛世界它代表的就是 一个 生死轮回的一个地方 那么好 今天我发出离心了 我要去到哪里 当然就是佛的净土嘛 所以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去东方要是佛世界 也可以去极日世界 西方的 也可以去南方保身佛 北方不公成就佛 或是中央的 品如知道佛 只要你知道有佛的净土 理论上 都可以去标 就好像我们现在要去移民 世界有197个国家嘛 你高兴你都可以去嘛 但是也要看 那个国家欢不欢迎你嘛 你要不要合乎他们的门槛嘛 对不对 比如说有些国家很高 你必须在那国家要有 多少的财产的证明 他还收你嘛 比如说瑞士或是 美国 欧洲一些国家 然后即使你有这个存款证明 然后他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工作证明 或者是说你是去那边养老也OK 但是财产够 然后再看他審查你 合乎他们的资格他们才欢迎你 因为你是对他们是有贡献的 那净土也是一样 每个净土有每个净土有门槛 你那边达到那个门槛 打比方说 几乎所有的净土都是要阿罗汉以上 这代表什么呢 你要自己先解决你的生死问题 你不会受轮回的 你再过来 大部分的净土都这样 有些呢 再高一点 要菩萨以上 他只收大圣的 小圣他不收 然后还有更高是什么 菩萨 一般菩萨他还不收 要明心见性的 他才收 好 所以一般凡夫怎么办 都达不到啊 所以很多世界的众生 就是不断的生死轮回 因此阿弥陀佛那四十八大院 就是为什么这么伟大 死亡之后都赞叹他 因为他就发了一个愿 可以待一个往生 虽然经文看不到有待一个往生 这四个字 他就是有这个意思 在 好 你待一个往生去 对不对 这有点像什么概念呢 你 问一下 有哪一个国家会欢迎 你有 诈骗或是黑道的前科 有案底人去那边移民的 然后还负债 你没有带存款还去负债 前面有哪个国家会收这种人 不会 不可能嘛 避之为拱不及还收你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种情况会说 什么呢 人道救援难民的时候 会收 但是那种是例外 那个不叫移民 那叫人道救援 那叫人道救援 今天啊 我这样举例好了 阿弥陀佛发这个愿 让众生可以待往生 其实他不是说移民喔 他某种程度是在收留难民 你想对不对 你想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生死 带着我们的业障去 也没有功德力 很多还是负债情况去 去到那边 其实就是 难民的身份区 好 所以 很多国家在收难民的时候呢 那他怎么样 你如果难民到那国家 如果马上就跟当地的居民混在一起 是不是就会对自然会造成一个问题 对不对 很多嘛 所以他就有一个区域 难民区嘛 或难民营 做个隔离开 那吉日世界有没有这种做法 有喔 怎么做 其实那个吸宝池 包公的水 就是一个隔离区 因为 我们去到吉日世界都是怎么去的 在莲花里面 出生的 你从外表上看起来是 一个一个花苞或是一个莲花 但它里面是个公园 很大很大的公园 看你的功德力有多大 你的功德力大 你那个公园就很大 好 但是不会说 你感觉到 然后 就像在 一个房间 比如说就像这个 这个教室很小 你说大一点的话 整栋 整栋 佛特教育基地面整栋 过不过大 比这还大 也许就是这整个 这整个区 就是你的公园 但是就你一个人 你在里面干嘛 你在里面就 修行 怎么修 就会那些的 鸟声啊 水流声啊 讲的就是佛法 好 为什么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不会觉得 很枯燥很乏味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你会体验到 这个是你需要的 你那时候你才会精进 你那时候你才知道 原来我过去 每天 只有一小时做订课 很多还没有一小时呢 真的是对不起 难怪他轮回那么久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 来到这个地方 就好像难民 今天好不容易来到一个 因为所有他国家 对他来讲是不是有 有重生的机会 甚至给他一个什么社会保险啊 甚至给他一份工作啊 对不对 那有个重生机会 然后一段时间表现良好 没有犯罪记录 甚至有可能就是给他一个 社会身份 或是给他一个国籍 是不是一个重生 对 即日世界就类似 类似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就刚刚讲到政论嘛 他就会精进修行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如果他还不继续精进的话 他会在那个花苞或那公园会待很久 待很久有没有关系 也没关系 因为他在里面享受都是天人的享受 要吃的要穿的要喝的 想到什么就有什么 不愁吃不愁穿的 你不用朝九晚五 你看是不是 比度假还爽 不用花自己钱 不用花自己钱 花的都是谁的 阿弥陀佛的 等于就是你在那个花园 就像这个酒店啊 随便一个讲一个好名称 你爱住多久 但是你在里面见不到阿弥陀佛 你要见阿弥陀佛 你要从那个公园 那边 花苞里面出来 他自己知不知道 他会知道 他为什么知道 他会想说奇怪 明明说 比度有佛号阿弥陀佛 怎么会来到这边 一直还没见到阿弥陀佛 反正 那边菩萨们就会让这些花苞里面人知道 会劝他们早点修行 把什么呢 就刚刚讲的见或是或断了 你就可以从花苞里面出来 花苞里面出来就上到岸 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 可以跟很多菩萨们 听阿弥陀佛说法 你就会开智慧 好继续 修诸善本自从佛道 刚讲到正论就是正法 那正法怎么修 修诸善本 所以什么叫修诸善本呢 我们刚刚一般讲断恶修善 善一般讲有十善业 是一种善 断恶就是不好的不要做 然后各种好的都要做 所以这就是修行 断恶修善 自从佛道 从就是我的从高 从向 就是我要成佛 好那这边讲本性怎么修 本性原来是完美无缺 没有生死 也没烦恼 也没妄念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的自性 我们的本性被无名遮障了 所以我们心现在是真心忘心都合在一起 只是我们真心被忘心 被掩盖了 等于就是主人在睡觉 现在是谁在当家做主 管家 管家在做主 所以管家救主 他就是以为他是主人 就开始指非东 指非西 指非者断七八糟 然后生生世世 都在六道如回里面 所以今天要怎么样 就是把烦恼断掉 排除忘念 让真心形容出来 让我们的主人 重新当家做主 这就是在修行 修出善本就是这样修 把不好的 烦恼的 全部断掉 好 那么到即使世界 刚刚讲的 也是要继续修 即使从花抱里面出来 也要继续修 为什么 因为你把经文时候断 你还是要继续破无名 破一份无名 你就 正一份法身 就献出一份不有智慧 你当你这样纷纷破无名 你分文正法身 到最后 你就 不止明心尽性 你就能够成佛 比如说这边有举个例子 先念阿弥陀佛念三宝 念佛念法念身 念成功的 不论你是 不论你是 扶助烦恼 或者是 一心不乱 只要你把佛号念所 就能往生 怎么样叫佛号念所 你看这个需要 多久时间才能够念神 人家骂你 你第一念阿弥陀佛 你第一念阿弥陀佛 心里念 你这样你还会不会生气 不会 你如果没有这个功夫 就跟一般人 人家骂你 你第一念就是不爽 第二念就是怎么样 骂回去了 所以佛号念所 就是不论什么境界来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人家是说的 脱口而出 就阿弥陀佛就这样脱口而出 所以人家骂你的时候呢 正好处就是 你回到一句阿弥陀佛 他骂你应该也骂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佛号念所就能往生 你到其实世界呢 就刚刚前面讲到 闻到众鸟说法 都怎么样 念佛念法念身 这还是念三宝 这还不算 到后来听到 微风吹动 朱把杭树声音 也是怎么样 也是念佛念法 念身 所以这样子由浅入身 听到鸟声在说法 你念三宝 然后风吹 宝树声音也在说法 再来就是 七宝池八公子水流的声音 你也会念佛念法念身 这样子就由浅入身 就是怎么样 就能够 慢慢给你断货 所以为什么在那边 你要断贱或断食货很快 就不会只靠自己的声音 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有佛地 加持佛地 怎么加持你 就是鸟说法声音 微风吹动 朱把杭树声音 这些声音 其实都是阿弥陀佛说法声音 就是在加持你 所以这样子你断货 就会断很快 而且它断 它会从你的八十七年里面的 种种烦恼种子里面去怎么样 去连跟拔除 这很厉害 所以当你把种子去除掉之后 你因去掉圆 其实事业都是好圆 所以你就不会有在那个 善恶道之苦 所以那边 成就就很快 所以修处善本就是把所有烦恼断除 一切迷惑颠倒都没 自从佛道自就自向 就是要成佛 在吉日系一生就能成佛 这叫自从佛道 所以佛法不出正法与教法 由正法而有教法 故曰 无不从此法界流 由教法而有正法 故曰 无不还规持法界 彼国菩萨就是吉日系界 一转第六世成妙观察制 这个妙观察制 是由我空法空真如 诸佛法身所出 故名从如来身 如来者无所从来又所去 故名如来 这是吉方经讲的 虽说从如来生 其是一无所生 不过转污染六世为清静 转分别为无分别 以得妙观察制 解一切法皆由正而教 由教而正 教如正正如教 故曰解法如如 又以此字 了解一切法皆原己性空 如虚空 如如不动 顾名如如 观诸法十相即是十无事 十无事是妙法莲华经 就我现在 每个月都有在讲妙法莲华经 现在的进入就讲到实如事 那 吾不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乃原生无性 不直空有两边 是为皆法如如 那么这种观解 是从如来交而生 故曰从如来生 善之即灭因生方面者 即灭就是世政地的苦即灭道 此属正法因生方面 即建立文具名声 所谓四地流布原文字 此属教法 能悟正法又能通达教法 即是通宗通教 顾名善之 以上四句基本是妙观察制体相 亦即内政德 不心事必者应有妙观察制 凡有所说 皆随自正而说 不随世间细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就是当你把第六世 转成妙观察制的时候 你所讲出来的 都是你自己那篇正道的境界 而不会说别人怎么说 你就是附和而说 不会的 所以菩萨讲出来的 都是他看到什么 他正到什么 他说出来的 都是他的体验 他不会乱想 所以能离凡夫的贪酌世界明相 也能离开二世人的贪酌出世法的空袭 就是偏空虐般 一切世俗世间的诸法 若着明相 则有分别 有分别便有语言文字 彼国菩萨 以正正式 就是转八字成式字 了之明义 互为客 明智信空 法而不会喜乐 看着法相 必然不心事宜 就如金刚经所说的 法善因舍何况非法 得无真三昧 人中最低 这是指那个虚不敌 说法者无法可说 世民说法 乐在政论者 彼国菩萨又非如二圣人 只为了致敌不敌他 所以二圣人他不教化众生 但即使这些菩萨能以种种因缘 屁屁言辞 管眼言教 成说 岔说 为众生开示宣说无上正法 令众生绝迷起悟 转房成圣 凡所说法都顺于真如实相之正论也 如往生论讲 比于十方一切世界无三宝处 注使庄严佛法生宝共的大海 片世令解如实修行 这个是说 即使世界的大菩萨能够在十方世界 没有佛法的地方 他能够去到那边去开演佛法 这很难 这非常难 这就有点像什么呢 比如说在朔博世界 再过一万年 就进入到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就会像这样喔 没有佛法 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佛像啊 佛经啊 和上出将这些 一万年之后通通不见了 没有的 剩下什么 传说 古人的传说 好 没有佛法 就 众生就不能够解脱世人轮回了 会很痛苦 所以菩萨如果有发明要度众生 那个时候 就会像这边 往生生这边有讲的 就会来朔博世界怎么样 来度众生 但他度众生 是短暂的 他可能就是 跟哪些人有缘 但他不会以菩萨身份陷在他面前 他会永 就像观世纪菩萨 因你和生得住 就先和生而会说法 但他教你的法 就是可以让你得到受用 或是甚至于 就是教你一句佛号 你念那句佛号 你就能够去极乐世界了 就是像这样 就是说他有发这个愿 不论哪个世界没有佛法的地方 他都愿意去到那边 来教他众生 不心事比热在正论 这两句经文是妙观察制的外化德 修诸善本自从佛道者 这两句经文是妙观察制的上求德 上求佛法 以此妙观察制 能时空无尽无量 究竟一切菩萨所行 具足无量上根功德 成就作源无际 众宝庄严的实报图 比大小圣月不定的方便土 又能显现身量不同 像好具足的自他受用生 比诸菩萨虽各变现种种不同生土 但皆能互相含荣 没有障碍 妙观察制体 就是大云静制与平等性制 也就是自信心静心 反而由此称心妙用 而成佛生静土 故曰修诸善本自从佛道 如为是论说 法性此由中任运转 又此这个妙观察制 凡所思念所作为 任运流入一切至海 这一切至海就是佛的大云静至海 这就是无功相用 无相行 一行一切行 雖修功德 而没有贪着相 自从佛道而没有成佛相 不是反复二神级全要菩萨 任作意愿求能所皆忘也 这意思是说 一个菩萨要成佛 他心中不能要有 我要成佛的念头 因为当你有成佛念头 你的心还不清净 这样子佛就不会给你收记 以后你会成佛 是在金刚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有说 他说 那时如果说 我想要成佛有这个念头 兰登佛就不会给我收记 也因为我那时没有想要成佛念头 兰登佛才给我收记 以后我会成佛佛号叫释迦摩尼佛 所以这个观念 一般人不容易懂 明明不是说 发阿玛多三不三不提提心 就是我要成佛吗 没错吧 那怎么会说 因为你要成佛 所以佛不给你收记 这不是又是颠倒吗 但是如果你真正懂 它的毅理 你就知道 其实没有颠倒 是真正的意思 就是空跟有 你如果没有真正搞懂 你就会接受 怎么一下说空 一下说有 一下说成佛 一下说不能有成佛的念头 这样明白吗 就是讲这个意思 好 这就是以上今天的讲义 好我们来回响 好我们来回响